侯友宜這兩天跑去台南 台南人送了侯友宜一個大禮 你看看那個畫面上面是一個綠色的布條 其實更多是紅色的布條 台南人說我們送了一個侯友宜的迎賓禮 上面寫什麼 寫好好台南人有肉粥 台南人有肉粥 為什麼 因為台南人對於之前 他跟謝龍介的互動就賭籃了 很生氣 很生氣 為什麼 就賭氣 賭氣 對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之前 你還記不記得他在直播的時候 跟謝龍介同台 他講了一個台南人沒眼睛之後 謝龍介緊急改口 說是沒福氣 沒福氣 講完之後 現場是尷尬了一下 知道自己失言了 可是到底 那個到底 到底謝龍介得罪侯友宜多少 結果這一次侯友宜跑去台南 在介紹謝龍介的時候 居然直接怎麼介紹他說 這個是那個沒選上的議員 就是因為謝龍介現在是議員 沒選上 沒選上的議員 下面一數 他沒有選上上次的台南市的市長 這個事情現場其實非常尷尬 本來他還不以為意 是誰把這件事情改 把整個弄開了 是謝龍介的侄子 去年選桃園議員的謝克陽 跳出來講說 這就是侯氏幽默嗎 那2026看看是誰沒當選吧 這話很重 這個是直接搶賭 這個是直接講說 你這樣子對我的親戚 我的長輩不尊重 當然因為我們知道 謝龍介滿中黨愛國的 謝龍介跳出來就講說 說他跟侯友宜是好朋友 朋友之間開玩笑在緩夾 可是說真的 侯友宜這樣子的狀態 我真的覺得他去中南部 真的有加分嗎 你看到去台南這樣子 我們已經完全不記得 侯友宜去台南做了什麼事 只記得他講說台南人沒眼睛 只記得他考生 謝龍介沒選上 他到台中 大家只記得他 好像言清標該見沒見到 等一下郭台銘到台中是去拜訪 你去 大甲正南宮沒去 然後言清標也沒拜訪 所以他失調的是什麼 他失去的是 現在新北市很多人期待他 很多的危機 很多的狀況 尤其是幼兒園的事件 他還是新北市長身分 他要好好面對 然後沒有處理 大家本來想說去中南部 我去拔樁 我去把這些以前支持郭台銘的 重新拉回來我身邊 可是看起來效果好像有限 大家關注到的反而是他 一連串的失言 我覺得他再繼續這樣子走下去 他只會越走票越少 這個以我所知道 就是說這個王金平這一場 跟在雲林這個說沒有見到 張榮衛跟韓國瑜兩個狀況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以我所知 就是確實就是王金平跟那個 我們講說跟侯偉兩個之間 插身而過 但其實在插身而過之前 他們兩個在高鐵上其實是有碰到的 所以這一場聽說是王金平方面 特意給侯偉方面的一個favor 但是很顯然的 就王金平釋出的善意 侯偉大概也沒有把他運用得很好 所以在場面讓大家看到 就只有一個插身而過四個字 那不但插身而過 其實最重要的是 各位可以看一件事情 昨天對於Howy來講 他這個在臺北這個地方 等於在新北他的本命區 他的這場跟家長的見面會 其實是最重要的 可是他為了要到雲林去 要達到所謂的跟張家班合體的效果 他回新北的時間等於是遲到了 結果沒想到遲到了 他到雲林去 他也是沒有見到韓國瑜 他也是沒有見到張榮衛 等於說他雖然跟張立善 張榮衛的妹妹同框 可是最重要的張榮衛跟韓國瑜 兩個人都沒有見到面 那這句話為什麼重要 這是因為韓粉現在對於 對於侯友宜的反彈非常的大 所以韓粉在過去這一兩個禮拜 做了非常多的影片 不斷去質疑說 侯友宜當年在二零一九年 你是怎麼羞辱韓國瑜的 不過你知道嗎 每支影片的流量幾乎都破十萬 你看韓粉做這些影片都破十萬 你就是韓粉現在對於侯友宜有多反彈 結果沒想到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韓國瑜跟侯友宜可以見上一面的話 韓粉心中搞不好有機會被平撫這個反彈 可是偏偏韓國瑜就是沒有讓他見他面 而且我在這邊報一個料 早在侯友宜去的前兩天 我們就聽說韓國瑜並不打算 跟侯友宜見面 這個消息當時告訴我的人 叫我拭目以待 結果沒想要等到禮拜六的時候 果然禮拜六禮拜日 就是沒有看到韓國瑜跟侯友宜兩個同台 所以很顯然的在整合上面 對於侯友宜來講 到目前為止都是失敗的 這是第一個要講的 因為相對於侯友宜要講另外一個人 就是郭台銘 郭台銘到目前為止的動作 是造成侯友宜 迄今整合仍然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這樣講 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郭台銘 他在禮拜六的時候 上個禮拜六的行程 他分上面這一大塊跟下面這一大塊 兩大塊你要分開看 為什麼 郭台銘去的行程是有他的用意的 上面這一大塊是什麼行程 參觀異域故事館 這講的是國民黨那一票的國軍 當初殘留在泰緬一帶的時候 下面去所謂的玻璃屋 這些是什麼呢 是韓粉的重症 尤其是他去國旗屋這個地方 所以很明顯 郭台銘去這個地方是為了幹嘛 要鞏固韓粉對於郭台銘的支持 而下面下午的行程 下午三點他到高雄師範大學這行程 他是去幹嘛呢 他去做畢業生致辭 不過你知道這裡面 郭台銘秀了一件事情 是侯友宜做不出來的 因為郭台銘跟侯友宜 你知道誰見過賈博斯 蘋果的賈博斯 是郭台銘才見過賈博斯 所以郭台銘談到他跟賈博斯的見面 還提到的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賈博斯的名言 這個就是侯友宜秀不出來的 侯友宜秀給你聽這段英文的時候 搞不好伯爲聽了 可能還會不小心笑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郭台銘禮拜六做一件事 是侯友宜他無法做也沒整合到的 上面的深藍他沒有整合到 下面的青年選票他沒有 所以對於郭台銘來講 仍然沒有放棄要爭逐這個總統的位置 他也說他沒有放棄 他還想拚 這個看起來是拚這個敗部復活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對侯友宜來講 整合難度的很高 而且郭台銘還做了一件事情 郭台銘還讓大家知道說 他為了這一場高師大的演講 特別訂做了一張 跟高師大講台一樣的座位 為什麼 訂做起來然後服裝一樣 他是要凸顯出告訴大家 他做的準備比別人都來得多 最後我只講一件事情 前面我們一直在談到說 侯友宜到底為什麼5月10號這時間點 他的新北市政府 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蓋下來 當你看懂 5月15號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你就知道對侯友宜來講 這件事情當時絕對不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5月15號的時候 當天朱立倫把侯友宜把郭台銘找到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去 當天晚上的七點多 郭台銘就是問朱立倫說 如果侯友宜代職參選的話 他如果代職參選 市政上所有的包袱都會被大家拿來追究責任 那請問要怎麼辦 結果侯友宜 5月15號晚上八點到 被問到同樣的問題 侯友宜的反應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新北市有個堡壘模式 只要我們堡壘模式在新北市政府全員啟動之後 絕對不會被大家攻破 我請問一下新北市的堡壘模式有用嗎 沒有 但是如果在5月15號當天 這件事情爆出來了 而後來看到新北市真的處理得也不好的話 那對於侯友宜來講 要徵召侯友宜這件事情是不是就變得有難度了 所以看起來新北市政府現在有一個非常大的嫌疑 就是你們是不是為了當初侯友宜已經開始進入了 國民黨黨中央跟他之間兩個在談的模式裡面 所以這整件事情不要讓他太快爆出來 不然你無法理解5月15號的事情 竟然拖到6月5號的時候 你才要去做相關的採檢 所以整件事情都讓大家覺得匪夷所思